为什么周九龙的搁浅第一个音一响真的有一种搁浅的感觉 因为他最开始用了一个drop2的手法 什么叫drop2 就比如说把这个shido miso从右往左数的第二个音 把它降低drop下去 就是往下掉下去 这样的伴奏合成效果会听起来更宽广 所以他用了这个手法 是不是真的有一种一开始 这个核心感觉就嫁解了 有一种搁浅在海滩上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意境特别好 有内味了吧对不对你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个唱的笔弹好的钢琴老师小辉 本期来给大家教学一首周董的搁浅 这首歌是周杰伦在2004年创作的歌曲 我觉得他在那个年代就写了非常经典的和声 很有学习的价值和意义 接下来我详细的给大家教学一下 为什么这首歌的和声用的那么超前 走起 好我们先来教学一下他的前奏 也是为了教学的方便我把琴的调移到了圆调F调上 但是我是用白键来演示的好吧 我用一根手指给大家演示 当然如果说你能够把手指的这个指法设计一下就会好一些 这样可以更好听一些 可以把和声铺满 好吧 这是前奏给大家仅供参考 好 接下来我们看来弹唱部分的和弦用的多经典 首先你看第一个和弦是 Domiso 这是正常的流行歌的开场 第一个和弦 一三五 这个很正常 第二个和弦你看 轻的天空 米深缩多 专业的讲这个和弦叫增三和弦 它听起来有种扩张的感觉 所以这个和弦跟这个歌词的意境非常贴切的 久未放晴的天空 这个和弦就真的有一种看不清的感觉是吧 那如果说这里呢 它不用这个增三和弦 它用一个最普通的正常的和弦 它也能听对不对 1969 它也能听 听起来也很正常很自然 但是就是没有那个意境 我们再听一遍你看 久未放这个和弦听 轻的天空 就真的天空里面有很多的雾霾的感觉 对不对 好往后走 196 613 再是513 这你的笑容 461 法拉多 苦过351 246 也无法掩埋 572 前就到五级和弦 好 这就是前面的所有的和弦 那接下来呢 只是换歌词 它的和弦不变 继续重复一遍 风正在 听这个和弦 阴天搁浅 对吧 相信还在等待久远 我拉着雪 好 这个和弦听啊 福西你 热法拉多米 小九和弦专业的讲 这个和弦听起来是不是更有金属感 福西你 给的温柔 好听吧 好 我把手指收起来都给大家看清楚了 这就是主歌部分的教训 接下来用了一个离调和弦 听起来真的有一种爆晒的感觉 你看 爆晒在意 热身法拉 OK 爆晒在意 胖的寂寞 热身苏息 OK 好 六级 后面正常了 小我给不起承诺 好 继续 怎么会重复这个热身法拉 怎么会 好 在左手换一个深F 深4 你竟原谅了我 好 这个地方来个 右左右左 听 我只能 好 再到高潮部分 高潮部分的和弦呢 就是四五三六 二五一了 这个走向呢 我曾经发过一些这样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我直接就给大家演示了 我只能永远 独着对白 独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我 阴不在 左手换一个音 我 睁开 可以弹得更好听的话 就这样 你看 双眼看着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读完了以来 我很快就离开 好 以上呢 这就是所有的和弦 如果说你在这里真的能够学到东西的话 记得帮小朋友 点赞 投币 收藏 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对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接下来我会完整的把这首歌给大家来谈一遍 我会加一些即兴的变化设计给大家参考 就为放晴的天空 依旧留着你的笑容 哭过 也无法掩埋迁迁就 风筝在聆听歌曲 相信还在等待九月 我拉着鞋 复兴你给的温暖 抱晒在一旁的寂寞 吓我给不及前后 怎么会怎么会 你竟原谅了我 我只能永远堵着对来 哭着我给你的伤害 我原谅不了我 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 我睁开双眼看见空白 忘记你对我的期待 读完了以来 我很快就离开 不太快就离开 静聪明 我会想和你 因为我怎么又离开 就如同浪 不太快就离开 就离开 就离开 我在 不 我 小 不 我 你得带个头 你不带头 他们怎么会投币呢